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如何从鼻象看财运 鼻子在我们的脸部有很重要的地位 表示一个人的自尊,能力的高低,个性的强弱 社会地位的高低和人生运势的高低 我们常说贵气看眼,财富看鼻 毕竟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像术的 鼻子和我们的运势息息相关 那从面向角度分析,有福气的鼻象长什么样 不急的鼻象又有哪些呢 下面和小酱之一起看看吧 一,五种发财笔 一,龙笔 龙笔就是山根都是高耸的 鼻子又是很圆龙,不会露出鼻孔 有龙笔的人,他们一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智慧上更加是人上人 这鼻象的人有很多的才能 还是一个财运满满的人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部位更是合理 那么这面向的人事也会更加的顺风 一生的贵人都是会帮助到自己 一生都是可以享尽富贵人生了 二,胡羊笔 所以的胡羊笔就是指鼻子很大且端正 鼻翼的肉清晰分明,法令纹清晰秀美 而在面向中有此鼻象的人 个人的出生条件非常的不错 中晚年的运势比较发达 身边少不了赚钱的闷路 自己肯努力肯上进 只要是能抓住机会 日后就一定能够大富大贵 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 三,截筒鼻 所谓的截筒鼻就是指鼻子直入截筒 山根平阔 鼻翼宽厚有肉 鼻孔圆不露孔 从侧面看鼻子整齐有势 而一般有这样鼻象的人 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 有自己的身材之道 做事灵活圆通 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强 思维比较活跃 早晚能赚大钱 得到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 日子过得富足惬意 四,狮子鼻 所谓的狮子鼻就是指鼻子几量较细 鼻子或长或短 但鼻子准头特大 而一般有这样面向的人 投资理财的能力比较强 头脑反应快 能快速地接受新鲜的事物 赚取巧钱快钱 而且能存财聚财 往往拥有大富大贵的笔项 许多成功人士都拥有这样的笔项 五,陆比 陆比面向就是枕头上有肉 且色泽明亮 虽然高挺 但不会是尖尖的 有陆比的人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 他们非常重视自己身边的人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他们都非常的珍惜 对待身边的人都是很重感情的 而且他们没有什么贪恋之心 更不会因为一些利益 而起贪恋的想法 所以这面向的男人 娶贤妻 女人嫁良夫 二,酒重露彩笔 一,鼻头下垂 鼻头下垂的男人都是比较悲催的 这样面向的男人一点人缘都没有 很少有朋友 身边仅有的几个朋友 也都觉得用这样一位朋友 实在是不光彩照人的事情 那是因为鼻头下垂的男人非常的吝啬 他们就是那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跟这样的人出去吃饭 永远都只有自己掏钱买单的份 他们在买单的时候 就会找各种的理由搪塞过去 就连服务员都可能会觉得尴尬了 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的 就连买一瓶酱油 都得对比好几家超市的人 会有钱才怪 2.鼻梁塌陷 鼻梁塌陷的男人在事业上面的运势是比较差的 他们的财运也不好 很多人也卯足了劲要大干一番 做出一番事业来 但总是不得知 就是因为鼻梁塌陷限制住了自己的运势 导致自己不管再怎么努力 只能是看着周围的人升迁了 所以说努力固然是很重要 但运势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3.鼻孔外露 鼻孔是一个人的财库 鼻孔外露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关不上 所以鼻孔外露的人是破财的 他们即使有着非常好的财运 但是挣回来的钱也留不住 今天进来明天出去 这一类人到头来啥也没有 就像是白干活了一样 最后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 其实这种人更加的被催了 不是不曾拥有 而是拥有过才失去 4.算头笔 算头笔是笔像中的一种最得罪人的一种 在面相中非常的引人注意 非常的难堪 算头笔的人为人不正 虽然有伤人之命 但事实不顺利 没有什么好的前途 而且在做事的路上还很难 性格暴躁 容易得罪人 而且在做事没有下线 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所以人际关系不好 人缘差 在感情上没有好的婚姻 而且总是遭受家暴 没有好的氛围 所以很容易贫穷 5.歪斜笔 歪斜笔像是非常不遭人待见的一种笔像 这种人非常的有自我意识 而且自作聪明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把其他人看在眼里 而且在事业上不是最出色的人 就算是在团队合作上也没有什么用 还会拖后腿 在中年之后还会有很大的转折 但几乎都是不好的 坏的转折 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有出路 很容易陷入困境 而且没有贵人相助 6.因勾笔 在面相说 笔子作为财帛宫 是一个人的官运 运势的象征 因勾笔的人做事很果断 在事业上很强势 性格比较古怪 外在印象就是艰险 而且会影响整个人的发展状况 就算是有很好的机会也不会抓住 总是会溜走 而且赚不到钱 所以这样的人很难在事业上有气色 因勾笔的人在感情上还是很强势 喜欢占领上方 占有欲比较强 总是会让另一方受不了 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功 7.希腊笔 希腊笔是西欧最普遍的笔形 一般特征是笔梁比较窄 笔子的根部比较高 再加上笔子的肩部比较高 所以被称为希腊笔 一般这样的人对自己很有自信 有自己的理想 但总是很自大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所以很少有人愿意靠近 人际关系很差 人缘不好 而且在事业上没有很好的造诣 理解能力差 没有动手能力 而且没有责任性 可以做成的事很少 8.鼻子大 鼻孔大 鼻子的大小 以鼻子和整个脸型的比例来衡量 鼻孔的大小 自以鼻孔 与整个鼻子的大小比例来判断 如果一个人能鼻子大 鼻孔也很大的话 则为散财之相 这种人对于物质方面不太注重 虽说会挣钱 但是也非常的贪图享受 对身边的人 或者不认识的人都很大方 花钱去少规划 有些大手大脚 所以即使有些钱财 最后也会被败光 难以富贵长久 到最后落得个贫穷的下场 9.鼻子小 鼻孔大 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 鼻子小的人 大多财运不好 挣钱能力不足 如果再配上大鼻孔的话 这种人极其的缺乏理财的观念 花钱大手大脚 不顾后果 有一千想花一万 负债累累 但是只顾享受 也从来不会考虑怎么去还钱 把身边的人吓得都近而远之 这种人没什么上进心 总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混日子 最后败光家财 让全家人跟着他们遭罪 凑一个人的鼻子 是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的 当然 命运最终如何 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鼻子的运势只是给大家带来参考 不可全信 也不可不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